还有理事长刚讲的一个东西没有很对 你说这个大人都打完了 我跟你讲小朋友这些爸妈 都是七年级八年级生 他们就是台湾的疫苗孤儿 所以我先来问一下大家 请问线上的朋友们 你就是那个疫苗孤儿吗 心里面是有一把火烧起来吗 如果有的话留言 腊碗报 今天让你发说怒火好不好 我们特别给疫苗孤儿一些篇幅 请疫苗孤儿写下你们的愤怒 这个志强你来看 真的这一娃娃算一算 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七年级八年级 就是我一开始讲的 上游老 阿公阿嬤生病也是他们在照顾 下游小 小孩生病也是他们在照顾 然后他们要赚钱养家 当学校停课的时候他们要上班 你知道很多爸爸妈妈这个暑假 被搞得七婚八素 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老师 他说什么 他说他这天好不容易开了视讯 所有的全班二十几个孩子都到了 他坐下正想维持优雅的行乡讲课的时候 没想到他两岁的儿子大便在地板上 赶快回去直到青地板 你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个 就这个暑假对他来讲 真是噩梦一场 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 然后他觉得这个老师的专业形象 一夕之间也这个破功 他怕迫不及待回到学校 不过他也只打了一剂 他打了一剂算是好的 很多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说 我们都没有打到 我们就是那个被台湾政府遗弃的疫苗孤儿 七八年级生很多没有打 先举手自首 你也是喔 我就是欲怀怒了 你有熊熊怒火吗 又不够老又不够年轻的 对 我跟大家讲 我们陈思东今天不是讲了一句话 听的是感慨万千 他就跟大家讲说 第二剂要打到 要都完全打到 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我踹有点火 对我来说 是第一剂要打到 已经快要变不可能的任务了 我已经等到说真的某种程度有点自暴自弃 就觉得说 好像永远轮不到我的那种感觉 我相信这感觉不是只有我有吧 我相信多多网友有 你看看有没有 一排怒火刷起来 你们火都跟我一样 超火的 对你们火我也火 为什么因为说真的 我们真的很无奈 所以因此讲白了这所有东西回够源头 就是疫苗不够 我们看小朋友的事情 其实像我自己就是有经历 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 这个两个女儿基本上都是待在家里 但我女儿还好 一个现在升小六 一个升高三 算比较大一点点 比较大一点点 还是会吵架打架的你知道吗 可是你要看 如果他们再小一点点 我告诉你 那种光着屁股在家里面跑 我告诉你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对父母亲而言的话 你大概一直吼都吼不完 你有没有看到网路有一个梗图 现在九月鬼门关 校园开 小鬼都走了 真的啊 我看到快笑死了 你看很多的父母亲 其实在家里带小孩 那个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不是之前有一个笑话就讲说 打不到疫苗打幼苗 就说因为在家里就是闷到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不对 然后小孩又吵又闹 忍不住就打起来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现在大家好不容易看到 其实对家长而言真的是 疫情这疏解 家长其实真的心里松一口气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可以把小孩子 安心的送到学校去 好现在送到学校有问题以后 我跟大家讲 就像刚刚那个小方姐讲说 我们有一例的 这四岁儿童过世 可是你要知道 几率也许算起来比成年人 比什么都低啊 可是每个孩子都自己 父母的心头漏 你所谓几率低是什么意义 几率低是你整个来看几率低 但发生在你家的几率就要百分之百 对对家人来讲 不是什么万分之几千分之几 就是零跟一嘛 对啊发生是零跟一嘛 所以因此很多人其实在这波的疫情当中 真的是很害怕 那可是说真的 坦白讲我们以现在台湾的状况 我跟你讲真的是有点是要自求多福 为什么 还好我们现在的民众戴口罩 这是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因此我们确实比其他国家 在阻绝病毒这件事情上的成功是比较好的 但是除此之外 真的台湾真的 你像我们的疫苗的状况 真的要不是因为郭台铭这些人 要不是因为美国日本一直在捐 你看我们现在到底多惨啊 我们的疫苗能自己到货有多少 大家去想一想算一算 所以真的问题其实根据还是在疫苗 最辛苦的上班族群 我们从五月爆发一直谈到现在 他们一直在讲啊 你们学校的停课 对不对 你们这些什么第二类打了 什么什么维持必要的防疫人员都打了 这些人都会感染 我们不会感染吗 我们每天可能也是要搭公司 要骑摩托车去上班 我们不会感染吗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打到啊 疫苗孤儿人数不算少耶 大家知不知道1450真的是很没有人性 当这个Delta入侵幼稚园的时候 大家很恐慌对不对 大家知不知道1450现在就出动什么 去打高端啊 高端不用排啊 谁说没有疫苗的 你们自己不打高端的 这个时候是讲这个话的时候吗 趁机都变成高端的业务行销员 我有一些在医院的朋友告诉我说 确实在卫福部发了那110万简讯 然后引起大家的恐慌之后 这两天高端的打气增强了 之前高端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 台北市不是有联衣系统吗 我们联衣系统的医生 好像变成业务员一样 要到处去传连结说 现在来医院不用预约 不用排队就有高端可以打 所以那个世报简讯是催打 催打简讯是吗 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功能啊 真的说一天就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医疗院署说 一天多了500个人来打高端 所以你引起恐慌 然后变成高端去催打 1450再同步的去各大脸书说 谁叫你不打 现在有高端啊 谁说你要等 谁说你会是疫苗 孤儿高端可以打到20岁啊 赶快去预约 怎么会没有人性到说 趁Delta入侵 大家在恐慌的时候 然后鼓吹大家去打一个 这种半成品的疫苗呢 打了以后 谁保证一定有抗体 足够的抗体 坦白说我刚刚说 我们的机组人员 不但是打了两剂疫苗 而且还让他验抗体 有抗体以后 你才可以就是加0加7 可是我们一般人打了疫苗以后 是不允许去验抗体的 不允许哦 不是说哎呀不用验啊 或是验什么 是你想验都不能验 我们之前这个卫福部的政策一直是 哪里有破口就打哪里嘛 好啦机组一直出现破口 给他打一剂给他打两剂 现在连第三剂都要给他打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校园的老师 幼儿园的老师 要不要也开始拼命给他打第一剂 打第二剂打第三剂呢 因为老师接触的小朋友更多 而且小朋友是不能打疫苗的 这是一个单方面的防护而已 不是这个样子嘛 今天大家一直说了几个月 就是疫苗都不够 可是陈时中部长也不要脸的 说了几个月说疫苗很够啊 太多了啊 多了也打不玩会坏掉 每次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大家就问他说那疫苗呢 疫苗呢 即便即便我们退而求其次说 好啦我们都去打高端啦 请问一下现在高端是有500万剂的 现在有超过500万人都没有得打 你可以等到明年他有一亿剂出来 那现在呢此刻呢 Delta已经出来了 我们刚刚说 Delta到底什么时候入侵台湾 你已经抓不到了 为什么 一直到7月2号 卫福部终于在被大家骂了一年半以后 开始实施入境普筛 大家知不知道 我去看了所有境外的这个案例 一半以上都是入境普筛就抓到了 那你反过来推 你以前 中放了多少进来 那7月2号之前 你进来了多少Delta 本来就是嘛 书惠我都觉得 我觉得台湾人民实在是太宽容太善良 我们竟然能够容忍一个政府 不普筛 然后之前连验都不让大家验 有没有 然后重要的这个救命物资的疫苗 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里 他说给谁打谁就打 他说谁不能打就不能打 我们台湾是疫苗独裁国家 这个部分真的是让台湾民众很不能相信 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一个民主进步国家 一直这样以为 一直到疫情发生之后才赫然发现 原来不是啊 你能不能够活命是政府说了算 除此之外呢 大家只好可怜巴巴的自己保护好自己 然后呢破口就是怎样 其他县市陪双北坐牢 蓝的就是要陪他坐牢 绿的就是好棒棒 马上就解封马上就开放了 我们下期见